今天在三亚的最后一天 今天去亚龙湾转一下 现在到亚龙湾海堂 这边人更多 对 等于一晚不走越好玩 这里还有吃的 中午就在家吃 还是这里比较好玩的 到亚龙湾了 昨天在晚上看公路 是亚龙湾是亚洲第一湾 人最多了 一定要来一次 今天就赶紧赶过来 先向第一湾 看后边 先向第一湾 亚龙湾是热行的海招 享有亚夏第一湾的美团 亚龙湾是三面环珊的 还有人把他称作东方夏威夷 然后河南西 不能带来夏威夷 一脚 看来这里飘海了 还是很兴奋 热情还不减 啊 咋了 喝水了 这点油都有 跑得快点 水好凉 这边还有水上一项 在这儿牛一行 太好玩了 我都不需要游泳圈了 这还要玩海上冲浪的 他这边小孩游泳的 给专门围了起来 围一圈 游完游吃点水果 三合水果25还可以 菠萝西瓜还有芒果 太舒服了 冷不冷海水 享受着沙滩 你看沙滩上多少人 愣不愣 愣 今天刚是不打卡景点了 打卡景点太累了 今天就休闲了坐在海边玩一天 明天就返程了 杀他 小家昨天都摔伤了脖子摔伏了 小家这温度不是很高 但是紫外线特别强 小家昨天睡成这样子 不要问他脸 脸 鼻子这脸也有一点点 游完涌了 先在这吃个饭 在海南就是喝椰子 饮料都很少喝 牛海又是蛋炒饭 小家把海南吃到这个炒米饭吃了 来海南了不吃海鲜 整天找面吃 吃完饭了 海南还要在这摇一下 哎哟 这好有点下雨了 海南那天气变化挺大的 一会下雨一会大晴天 现在把大海玩够了 还没玩过 每天都玩沙滩了 还没玩够了 我到时候要体验那个水上飞楼 先去椰梦长廊 看日落 到椰梦长廊 这边人也挺多的 三亚湾就是城市 还有支撑金 椰梦长廊这边跟亚龙湾不同的是 亚龙湾那边四面都是山 三面都是山 然后三亚湾这边就在城市里 这都是高楼 一路走来都是大海和沙滩 门友的第一次见到大海那种兴奋感了 海棠湾的海滩还有沙石质量是大鱼亚龙湾大鱼三亚湾 有点磨脚 这边海水感觉也没有亚龙湾那边的清澈 海边还有中介在拿大塔巴喊上来房 这个沙滋一对比真的是值得去亚龙湾的海滩转一转 今天是在山亚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在山亚的最后一天 一会儿等一堂日落 应该会好美 太阳被一点点云给遮住了 山亚之祥也马上结束了 今天是在山亚里返航了 轻轻地坐在海边看着日落 好美 海边有很多拍照 一家人在这儿等日落看日落 今天的山亚自行就结束了 明天就返城了 日落太美了 还不想走 还哭了 不收心了 下次还有机会带你来 下次带你跟萌萌一起来 嗯 你现在想回西岸不 不想回 哈哈 为啥 没有玩够 还没玩够呢 嗯 哈哈 谢谢大家